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用于外销的FC-31五代战机已经公开 分析认为中航工业高层所指的这款新型战斗机为中国第六代战机 当前全球已经成功研发五代战机的有中美俄三国 美国在十几年前F-2就以服役 中国的江20在今年交付空军 俄罗斯的苏-57将在2019年交付六代战机的研发上 美国在2014年率先发布了F-AXX研发计划 按照计划将在2030年左右完成 中国目前尚无任何研发第六代战机的消息 但是据俄罗斯媒体披露 六代战机的研发进展上 中国已经开始了相关工作 且进度明显诱于俄罗斯 此前媒体报道 有数十万俄罗斯专家在帮助中国研发第六代战机 后被俄罗斯否认 但是俄罗斯方面承认 有数百名苏获伊的技术人员在省飞工作 外媒报道称 目前世界上已知在研发六代机的国家 有中美俄以及法国和日本 法国和日本并没有成功研发五代战机 正在跨越式发展六代战机 不过从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储备的角度分析 中美两国研发的六代战机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美国在技术储备上更具有优势 不过通过对F-2和歼20的研发进度比较 中国人的进取心更加强烈 速度更快 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先进六代战机的国家 中国在研发歼20时 由美军的F-2和F-35作为目标参考 但是六代机的研发 中美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 目前全球对于六代机的标准上还没有形成共识 按照歼20总是杨伟之前的披露 中国六代战机将会突出信息化和高音速两个性能 美国Dopper在描述美军的六代机时 也强调了信息化隐身以及超音速巡航 并称美军新战机将使用更先进的自适应多功能发动机 在今年三月份 歼20总师杨伟称 歼20战机的问世 只是中国航空工业走向中国制造2025时中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很显然 下一个小目标是第六代战机 央视节目这次的报道似乎发出了一个信号 新目标进展顺利 俄罗斯媒体透露 中俄将在10月签订一个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 此事让美国一个组织坐不住了 要求联合国出面阻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计划 让美国人如此惊慌失措 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号哨所回复中俄查看详情